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推出了留在墨西哥政策 就是要求难民申请者 在等待审理期间留在墨西哥 此外 他是利用 公共卫生法第42条 在新冠疫情期间 封锁了南部边境 迅速遣返非法入境者 川普还签署行政令 禁止了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 入境美国 是 没错 那么在川普的治下 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 是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 但是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这个非法移民危机又再次的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一张图表 是根据美国国团宣布的数据制作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川普时期和拜登政府时期 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 真的是差距非常大 一目了然 那么川普是计划 如果当选 在他的第二任期内 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边境管控 恢复被拜登撤销的入境禁定 并且可能会再次利用公共卫生法第42条 来封锁边境 除此之外 川普还计划大规模的遣返非法移民 不过 严控边境限制非法移民 其实也并不是川普移民政策的全部内容 川普在今年6月份的一次播客节目当中 抛出了一枚震撼弹 承诺将为所有在美国毕业的外国留学生 如果他们毕业 就给他们发放绿卡 虽然外界普遍分析这个承诺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川普移民政策的一个理念 就是择优移民 通过移民为美国引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 是 那么说到贺锦丽这边 他的移民政策其实在大选前夕时发生了变化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他曾经的政策和想法 这边的移民政策的移民政策是移民政策的移民政策 那么从拜登贺锦丽入主白宫以来呢 就采取了数百项移民政策 其中就包括数十项扭转啊 或者是废除前任政府的政策 并且是推出了加速让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这个应用程序 对 那贺锦丽呢也被拜登任命 与墨西哥 瓜地瓦拉 宏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协商 希望寻找一个方案来解决移民非法闯入美国的这个危机 但是呢宽松的这个移民政策啊 似乎没有解决边境的危机 这也让贺锦丽不得不承认移民系统呢已经崩溃了 那么贺锦丽说知道如何解决 他的移民政策也开始逆转了 和川普一样 贺锦丽也承诺将实施数十年来最严格的移民庇护和边境政策 今年6月呢拜登政府签署了行政令 规定一旦每天非法入境的人数达到2500人 当局就可以迅速地缔解非法入境的移民 而不需要处理他们的庇护申请 不过呢同样是在6月份 拜登还签署了另一个行政令 就将赋予50万非法移民公民身份 是允许公民的配偶 他们可以申请绿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曾经的贺锦丽不仅不希望缔解非法移民 也不要坚强 但是如今呢 他变了也要坚强了 不知道是有意呢 但还是无意贺锦丽在竞选广告中是加入了川普时期建造的边境墙 不过呢 他也承诺将签署数十年来最严厉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 其中是包括拨款6.5亿美元来修建边境墙 并且要扩大边境巡逻人员的数量 那么自拜登贺锦丽上任以来呢 移民于海关执法局ICE和海关于边境保护局CBP 他们的预算合计是已经增至了 每年近300亿美元 创下了美国历史的最高水准 那么如果贺锦丽当选 他的移民政策能否落实以及成效如何 其实还有在进一步的观察 是的 那么两党移民政策的对比就讲到这里了 还请大家继续收看新唐人电视台 2024年美国大选日17小时开票特别直播节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